央视新闻报导新京报转载2024年4月25日 17点02分刊发的被控受贿1043万元 中央的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受审 辽宁沈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庭审 审理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受贿一案 2007年至2023年利用担任云南省组织部副部长丽江市委书记 云南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在工程承揽 款项拨付 干部应用等方面的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财务 折合人民币1043万元 检查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崔茂虎的刑事责任 听审中检查机关出示了相关的证据 被告人崔茂虎及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控辩双双方在听审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了发表了意见 崔茂虎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听审结束后 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社会各界群众30余人 听了旁听了听审 央视记者 西丹尼张赛 编辑陈彦庭 我看他这个名字像是吉林人 是不是个吉林人 崔茂虎吗 一看这个名字像 吉林啊 读一下啊 看我读的对不对啊 咱们看看崔茂虎 是不是吉林人 或者辽宁人 或者是黑龙江人啊 看一下啊 崔茂虎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员局长 1965年12月生 云南宣城人 读错了 人家是云南 云南人 83年 987年 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学习 87年 89年 是取请地区财财学校教师 89年 92年 是薛威县 德陆乡 副乡长 92年到94年呢 是取请地区组织部 副主任 科员 94年到95年 是云南省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 科员 这个升的是超快的 89年 还是这个一个教师 94年已经成了省委的组织部的研究室的副主任 你看这升了多少级 这火箭 95年 97年 已经是省组织部研究室的正主任了 97年 到2001年 2002年 是组织部 八公尺副主任 又胜利大部 那么2003年 又胜利大部 组织部副秘书长 等等等等 都是官啊 2022年 到了 人生顶峰了 云南省常委 秘书长 中央土南部 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经查 大稿 全色 前色 都是跟颜色有关系 插手司法活动 违规收手礼品 礼金 纵容 默许 亲属 及其他特定关系人 利用职务 影响协调 承揽业业务 搞工程承揽 干部愿用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陈迷奢迷 享乐 接受旅游 宴请 媒体光头 还有头发 还有头发 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